迷你世界的星战传送台的右侧有三颗悬浮的星球 这三颗悬浮的星球分别代表着迷拉星、烈焰星和蒙眼星 这三个星球中救赎烈焰星的环境最为恶劣 官方大大建议去冒险准备防火背包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迷你世界中只有三个星球 错 其实官方大大还隐藏了其他星球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使用过星战传送台 那么请点一个岔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每当我们做上星战传送台 它都会进行倒计时 当这个数字到达1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全新的星球 小伙伴们你们看 此时未经到达烈焰星 这里非常的可怕 温度十分的高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经过传送门 我们也可以到达烈焰星 那么被隐藏起来的星球 它究竟是什么 我和学姐发现 就是先组守护着优异的家乡 头梦星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 优异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根据官方大大的简介 在头梦星的魔法森林中 生活着独角兽优异 并且我们发现 独角兽十分奇怪 你们可以看到 它的眼睛颜色 根本就不一样 所以迷你世界中的星球 不只有三个 还有一个被官方大大的 所隐藏起来了 那就是头梦星 你们知道了吗